有Magic,有Nexus One,iPhone 蛤?今天才出iPhone? 沒錯了,Smart Home是剛剛的星期六才推出iPhone 他們自從去年年尾就說了會和蘋果合作 到了今年一月頭,才正式告訴大家他們會開買iPhone 雖然遲了那麼久,但Smart Home都很重視 搞了那麼大場Show,看看還有歌手表演 雖然iPhone出了很久,但在場也有不少人打算出機 看看 為何現在才買iPhone?不覺得會太遲嗎? 不會太遲,因為我一向用的是Badberry iPhone有甚麼吸引地方?令你現在出 方便一點,攜帶各方面那些 聽說就快有新一代的iPhone出了 為何不等新一代才出呢? 他等不到 我想問一下你,可不覺得iPhone現在出了那麼久 已經沒有了個小? 沒有的,我們有很多客戶等我們出iPhone 今天有很多其他的客戶都在等我們的台 有一個iPhone,就是一個原本的企業 那根本是有一個客源在 那你覺得這次算不算是幫別人散貨 Apple? 當然不是啦 就是那個Demand是在增加的 另外我們的台這麼強勁 我沒有做他們Distributor之前呢 已經有很多萬的客戶用iPhone上了台 那現在就再增加 那為甚麼到現在才談得整個協議呢? 即是跟Apple那邊? 都不是談了很久 因為我們都很專注在賣其他的手機 也很成功用Android的平台 就跟Apple做了一個很快的協議 那我想問你 接下來會再出新一代的iPhone 那是不是都會是你們代理呀? 應該那個Distribution Agreement 是比較長期的 那最近就有網友指出 近來Smart Home的質素差了 那你自己怎麼看呢? 會不會怕太多人突然間同時上台 那個流量會爆? 這個我想是一個不知我們對手的謠言 質素絕對是沒有差到的 如果你看一下 隨時用我們的iPhone 在哪個我們的店鋪 和其他台打擂台 那個質素一定會堪低他們 有人就說French K質素差 聊電話又聊不到 整天都斷線 理論上呢 Smart Home的質素就好很多了 不過如果多了人上iPhone台之後 情況還是不是這樣呢? 就真的不知道 我們現在拿著3HK 和Smart Home的電話上網 大家看看分別吧 要買iPhone的應該早就買了 未買的會不會突然間想買呢? 都是一個大問題 雖然說Smart Home的3HK上網速度 和通話質素都好像好些 但有傳聞說iPhone的第四代 快要出了 那還有什麼理由 要買iPhone的第三代先? 好了 我在現場的報道是這麼多 記得多點來這個網址 看最新的iPhone 或者其他科技消息 拜拜 拜拜 iPhone iPhone